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来谈的都是一些国际上的新闻 因为实际上在经纬点评大概开播已经四个月了 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四个月 当然了经纬点评的特色跟一般的新闻节目 有一点点不一样是我们是一个深入思考的栏目 那透过点评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呢可能在这种新闻的及时性上 我们不会抢得非常快 不会说一个小时前发生 一个小时后呢我们就来评论 有人可以啦 当然这个我没有那么好的功力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也去看了 有一些评论有一些不错真的很好 有一些呢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 这个我不能做这种事对不起观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timing可能稍稍会慢一点点 但是绝对不影响我们的质量 好那当然还有呢在进入今天点评环节之前 有很多朋友谈到关于这个就是 希望对我有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当然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衷心感谢 这个非常的感恩大家在这段时间的支持 当然现在放眼看去实际上 这个整个因为现在中国有许多的这个灾情 尤其在这个大水之后 真的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不管您如何去捐钱怎么捐钱 最重要要有那颗心哪怕是消费 比如说在灾区出产的产品 你知道这些地方可能淹水了 那你如果今天去买菜或逛街 你看到有那个当地出的东西 你就多买一点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种支持嘛对不对 不一定说我拿钱给谁 我也不知道给谁的话 或我不想给谁的话 我用消费来支持对不对 这就是行动好吗 大家把原来要 比如说请我喝咖啡的钱啊 吃蛋糕的钱去消费掉 对不对帮助灾民 这样呢我也很高兴 你也很高兴灾民也很高兴 好不好 好了那谢谢大家之后呢 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谈到的都还是啊 一直以来世界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当然疫情是一个已经常态化 现在我最关心的一直是中美问题 中美问题 中美问题 中美的问题啊 实际上天天在变 瞬间在变 不管我们是静观或远望 这个中美问题都是非常的令人 这个不能轻忽的一件事 因为中美问题不单单攸关中国人跟美国人的 攸关的是地球人啊 所有的地球上的人啊跟都跟中美这一种矛盾啊 脱不了关系啊 真的脱不了关系 各位想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同意 当然回头去看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这个到了1972年尼克松的这个开始啊 这个首先主动去争取接触中国 对不对 那段历史我想大家都知道故事啊 什么来来去去 到后来这个到中国访问 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这个荣兵啊 关系的缓和啊 对世界局势的紧张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实际上那时候占星中国建立之后啊 对于这个美帝啊 对美国帝国主义啊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分歧的意见嘛 但当时呢 这个中国领导人也看到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所以呢也就也就欢迎美国总统到访 相信那时候有很多人可能都没看懂 对不对 说中国怎么会跟美国突然变成好朋友 50年不是在朝鲜半岛还撕得那么厉害 对不对 怎么一下突然会这样啊 时间过得真快 但是呢 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发展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像今天 但是当时美国确实跟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好了那我们呢就一直走走到2016年好了 2016年之后就不要讲2016年好 这个中美关系还是非常的好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分歧意见都有啊 但是大致上来讲是非常的好 虽然美国也拿出过什么301条款啊 限制比如说像中国的蜂蜜啊 中国的大蒜啊 中国的钢铁啊 什么诸如此类啊 到美国市场 那毕竟来讲中国那时候太厉害了 我们就光举一个例子 美国人很多酱料当中啊 都要添加蜂蜜 美国人又特别爱吃甜食 但是美国的蜜蜂产的蜂蜜不够 那所以美国80%的蜂蜜呢 在食用当中啊 是来自中国 甚至美国人吃的大蒜 都是中国山东大蒜 所以这个大蒜之香啊 这个非常的厉害 好了 那当然过去就可能美国就觉得说 这样我种蒜的农人就就就就那个啦 这个这个被被冲击啦 所以这个要给蒜头加点税 我们养蜂人不行啦 给养蜂蜜蜜进口加点税 OK好 但16年之后就变了 那到今天呢 就给我的感觉是 原来两个非常紧密的经济体啊 它有点像在支离破碎的 慢慢慢慢在分离中 就像那科幻电影一样 啪 分开了 慢慢在分离 这个拖一点 那个拖一点 这个拖一点 那个拖一点 中美好像现在真的是 不容乐观回到当年的那种关系 对不对 甚至你看成都总领馆啊 这个降旗的时候呢 民众在外面欢呼 这个社会氛围就已经到了那个点上 对不对 美国总领馆降旗 大家外面欢呼 那更不要说这个两国政府之间的那种 算是 这种 你来我往的那个力度啊 越来越大 对不对 你关我波士顿 我关你成都 对不对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两边就这样 一直来 这个都是让人大家比较关心的地方 当然回头去看 今天问题的存在 有几个因素啊 是让中美关系不断的走向这个破裂边缘的关键 前几天我们讲过那个挖坑理论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朋友觉得说这是一个比喻啊 这是一个比喻啊 确实是 那也不能否认这坑孩子是会更多 当然呢 这个 似乎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美国啊 我们先撇开大统领不说 这整个政府幕僚机构啊 他们现在似乎正在 有一个计划图 就像盖房子的计划图子一样 这个计划图子如果全部走完的话 中美关系基本上就走到不可逆的局面 就算2020年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中美关系就就退不回去 不管今天谁当总统 其实现在的幕僚哦 他们的设计就是让中美关系已经走到 基本上就是有点失破脸了啦 对不对 你换谁当总统 你不可能在180度 像当年尼克松当然排除万难 做了跨越世纪的那一步啦 但你说今天一个新的领导人 再这样 那个时空氛围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蛮麻烦的 尤其是现在 我们曾经讲过嘛 距离大选不到100天 各位要知道 现在拜登啊 在几个关键州 我特别去看了美国一个民调 有几个关键州 调查的结果 原来这个都是共和党的铁票区啊 什么佛罗里达啊 这个密西根州 还有这个叫阿里桑纳州啊 那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看最大的佛罗里达州 因为他选举人票最多 拜登支持度51 特朗普46 输了对不对 好 亚利桑纳州 拜登49 大统领45 密西根州 拜登52 特朗普40 如果美国是选举人票 谁先拿到270张 谁就当美国总统 拜登现在几张 如果照现在民调算下来 比如说这个州 佛州 拜登你先通吃嘛 选举人票他全拿 他现在多少 261张 换句话讲 他差9张 如果啊 就在这个民调的时候 那是美国 有线电视网CNN 委托一个美国大学啊 做了一项 比较客观的这种民调 在几个关键州 原来的铁票区 共和党的铁票区 做的民调 发现 大统领啊 特朗普啊 这个似乎现在 非常的不乐观 如果照这个势头 在此时此刻 今天 如果就投票的话 基本上 拜登至少能拿到 261票 这还没有算别的州哦 其他那些州有的 可能有摇摆州 也可能会 看着别的局势 他也可能 原来不投 拜登的 投了拜登 所以 所以这个局势 对特朗普来讲是 非常非常非常 告急的时候 我们先撇开 中美问题啊 就竞选角度来看 特朗普现在只有两个字 告急 对不对 在这个节目眼上 那当然呢 强硬的外交路线 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张牌 疫情搞不定嘛 对不对 所以每天我们呢 现在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了 美国官方说的 那控制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每天确诊 六万六千人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 没有让他再增加 每天呢 只有六万六千人感染 那国安顾问也感染了 对不对 你高级幕僚 基本上跟总统都贴身的 国安顾问很重要的 就是特朗普每天进椭圆办公室 第一个上来跟他 做今天的工作报告的人 不是小蜜啊 也不是办公室主任啊 是国家安全顾问 对不对 报告说 我们今天 你可能要跟 什么什么这个领导人 比如说默克尔通过电话 在集点 谈的是什么 你待会可能要跟 这个土耳其 埃尔多安 他打个电话 讲的是什么什么 或你跟谁要见面 谈什么 怎么谈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这个都国安顾问告诉他 不是总统自己决定 我要讲什么 我的立场是什么 基本上都国安幕僚 开过会 说我们现在 譬如说土耳其对库德族人的 他们有一些行动 那我们美国人态度应该 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有考虑过 同盘什么 对 诸如此类 所以国安顾很重要 居然他感染病 你就知道他们这个防疫工作 真的是非常糟糕 六万六千人确诊 叫以控制 所以疫情没戏了 那这个种族问题 对不对 弗洛伊德之死 解决了没有 没有 只是大家压下去了 怨恨在哪 心里 还在心里 化解了吗 没有 对不对 你看 连那个国民卫队最高 国民警卫队 美国国民警卫队最高指挥官 都出来说 各位应该还记得有一天 大统领记者新闻发布会完毕之后 就从白宫后门经过 对不对 在那个公园 到那个教堂 圣匹德教堂 去那边拿圣经照相 那国民警卫队当时就 最近啊 那个最高指挥官出来说 那天的驱离行动是不对的 不能让国民警卫队 去做驱离民众的事 说句不好听 就给总统打脸 但问题是 在一个民主国家当中啊 每个人都应该说自己 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 你不能因为他是总统 我不敢惹他 不然我升不了官 对不对 如果每个人做事 都只为了升官发财 那这个很难做的事 尤其是政府官员 对不对 你说你开公司那算了 算了 你本来就是要发财的嘛 对不对 但政府官员想要升官发财 那这国家真玩 对不对 所以国民警卫队就出来说话 就批总统做法不对啊 对不对 那要别的国家能吗 不能了 对不对 但大统领气炸了一定 一定气炸 但问题是人家讲的 好 那回过头来讲 他现在问题一滩子烂问题 但为什么 他要咬到中国 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这是因为选举了 我觉得是因素之一 还有因素之二 因素之二 就算没有疫情 没有弗洛伊德之石 对不对 美国会不会还打中国牌 会的 而且是肯定的会 为什么呢 又没有内部压力 又没有社会问题 为什么打中国牌 死咬中国不放 这个叫话说 这个美国在历史上的发展 他的这个国防工业 我们讲的比较好听 有人叫国防工业 其实就是军火 这个航档 做武器的 导弹的 飞机的 军舰的 雷达的 哇那上万种 只要跟国防有关的 在过去许多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什么 都是兵工厂嘛 国家的吧 这么譬如说陆军 后勤司令部 兵工厂 对不对 做炮弹 这个做飞弹 那个做飞机 都是军方的 但美国 他比较不一样 他是民间 美国有五大 五大军火公司 这个我整理一下 念给大家听 大家一听 都很熟悉 好来 第一个 雷神 雷神公司 专门做导弹 对不对 航太雷达 还有这个就是 这种防御系统 什么高空拦截 防御系统 那这个是属于 这一部分的 雷神 第二个呢 这个是通用动力 基本上美国陆军 各种装备 什么坦克车 M1坦克到装甲车 大炮 到海军的船舰 通用电力 包的 他也是很大 那再来这个 诺斯罗普 格鲁曼 格鲁曼公司 有人叫格鲁曼 是像什么 无人机 全球鹰 F-18航母 那另外波音 除了做民用 他还做很多军用的加油机 反潜机 高空侦察机 这些都是波音公司 另外在这五大军火公司的龙头企业 叫洛克希德马丁 大家熟吧 对不对 前两天中国政府说要对他进行惩罚 洛克希德马丁 洛克希德马丁做什么呢 那个做的太多了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 他的业务范围有什么 基本上呢 这个黑鸟SR-71 很神秘吧 他做的 U2当年在中国被击弱的 那个高空侦察机 他做的 F-117夜音轰炸机 他做的 C-13洞运输机 他做的 F-1洞是最快的这个超音速喷射机 那还有C-5银河运输机 那当然还有这个F-16 F-22 F-35 神盾系统 通通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那中国惩罚他呢 实际上 有人说中国也不买这些东西 那怎么惩罚他 因为中国有一样东西叫吸土 做这种尖端的军事武器都需要吸土 简单的说 断他的货 这个就是惩罚 好 回头讲 那这个美国这个五大这个军火工业 他们的员工动不动都十几万人 都很多 他们不是几个员工而已 都十几万员工 光讲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他这个美国政府 每一年的这个国防预算当中 这个人员花销不算 就说我要买这个武器装备更新啊 什么什么 这一笔费用 30%他吃掉 他们公司拿了30%拿走 剩下70%才这些 其他的承包商去拿 他一家拿30% 最多的哦 他拿走 全世界跟美国买武器当中 很多国家都跟美国要买武器嘛 好 那这个武器当中的营业额 他占了40% 买他们家东西 好 你生意要做好 做得那么大 要有几个要件 你东西要很好 这个武器好 怎么验证呢 比如说东西好吃 我吃嘛 我就知道好不好嘛 那武器怎么办 没错 送到战场上 打 演习没用啊 你啪啪啪啪啪 对着空发弹 那谁知道准不准 就真的啊 就弄到战场上去啊 打啊 对不对 啪啪啪啪啪啪打 打完以后 人家说哇 这武器厉害 订单就来了 对不对 说的不好听 这个军火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看 其实是杀人的东西 军火做出来干嘛 就是杀人 对不对 但是 为了要赚钱 对不对 因为军火工业 因为军火工业基本上是暴利啊 那个利润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交的税也非常的多 好 所以呢 这个军火公司呢 就雇了这个游税公关公司 在华盛顿 每天呢 就不停的做工作 对不对 争取国防预算啊 或者是希望政府在卖武器给别的国家的时候呢 要批准 对不对 国会要批准 总统呢 也可以特准 反正就是呢 就尽量卖 卖的越多 他们赚钱越多 我税交越多 对不对 那游税组织 讲究不好听 就是 你知道洛克希德马丁啊 他们每一年政治现金 那是多少亿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东西 就像有些人说 这贿赂吗 在美国又有游税法 政治现金又合法 根本不涉及贿赂 譬如说这个议员在国会 国防委员会 他支持洛克希德马丁 好 他回到他选区 他说他选区啊 最近呢 缺少一个公共游泳池 那洛克希德马丁就说 哎呀 太好了 我们一向最支持地方啊 需要游泳池 我们捐一个游泳池给你们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议员也不是 他也没有因为游泳池去收费啊 洛克希德马丁 就在当地可能就做了一个游泳池 对不对 议员就去捡彩说 你看 这个我争取来的 我跟洛克希德马丁 你看一讲 那人家就支持我们 送我们一个 对不对 那么高级的游泳池 人民就会说 你这个议员真好 再投你一票 你就当选了嘛 所以大概是这个架构循环 那我只举个例子啊 那有时候游泳池是不够的 游泳池远远不够啊 好 那所以这个军工复合体啊 他实际上就一直在左右政府 当年啊 艾森豪 对不对 欧战大将军 他就看到二战的时候 因为美国打仗 对不对 他要把民间的这个企业动起来 就连波音公司 原来坐水上飞机 在美国华盛顿州 那边呢 一家小公司 为什么波音在华盛顿州 靠近加拿大 在西北边 因为那里木材多 那当年坐飞机要木材嘛 好 那但是现在又不上了 那波音呢 当时就接到很多军方订单 说现在来不及做 军工厂来不及 你们要能做战斗 做轰炸机 那波音说好啊 什么就逼25逼29逼 什么都出来了 那个都是波音做的 赚大钱啊 对不对 好 那慢慢呢 美国就走到这种 这种军工复合体就出来了 民间造船厂 当时被征用 做军舰 二战结束之后 他有know how 有技术啦 他做过那么多航母 他就继续接订单啊 政府觉得也好啊 反正呢 我也不要养人 对不对 我跟你谈好一口价 多少钱 我付钱你交船 就行咯 对不对 不然我还要训练人 我还要建造船厂 我也不能天天让这些工人不停的造船 这些工人不造航母 他造商船啊 对不对 那老板的事跟我无关 我政府只拿钱拿船 对不对 给钱拿船 就这样 所以美国军工复合体就越来越大 我刚刚讲这五家 下面还一堆啊 对不对 什么那种 就是零件供应商 小的承包商 我讲的是五大 不是只有这五家 我看可能五千家不止 对不对 大家都在依靠在这个 这个整个国防工业上 除了美国之外 还要卖到世界各地啊 你想想看只要跟美国有邦交的国家 都买这个美国武器嘛 对不对 就连新西兰那么偏远的小国 还买了一大堆 P8反潜机 都不知道在潜水艇在哪 就先买了 为什么 这是美国国防工业的啊 最近又买那个C13栋运输机 实际上当时在推销的有法国的 对不对 就是法国那个空巴做的运输 军用运输机 那个Tom Cruise 那个巴在飞机上那一架 那个电影里面有演过 巴西的 这个很多国家都有做 但最后还是C13栋 对不对 买了 这个国际军事跟外交 其实做了一个捆绑 对不对 一直以来也是这样 每次都说支持民主啊 支持这个 然后呢 就拼命卖这个武器 这个真的是 因为武器哪有拿来是做和平的 然后都说为了和平 其实武器就是杀人 对不对 哪一件武器说没有杀过人 那都不可能的了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军工产业也捆绑了 这个美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态度 因为那个力之所趋嘛 对不对 鹰派 有没有受到军工复合体的影响 不言而喻了嘛 为什么一定要把中美关系弄到一个紧张 对立的局面 国防预算就一定要多拨咯 国会这些议员 就非常的有理由说 对啊 中国军事崛起了 那咱们呢 再多造五艘航母 对不对 再多造五百架飞机 编列国防预算 谁是最大受益者 军工复合体 谁是间接受益者 政治家 所以这个中美关系的 这个当中啊 有太多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 对不对 在后面推的人 就像那个坑在那里 对不对 中国跟美国都站在坑边 后面一堆人在推啊 对不对 就好把你们俩都推到坑里 你们就在里面撕咬 我们就不断的卖武器 这个也是国际上局势 最诡决的地方 但热血青年啊 常常看到一些尖端武器 非常的 嗨啊 对不对 哇 高科技 高什么 高什么 都是杀人的东西 没有一个武器是好东西 但是往往武器又是保卫自己的东西 你不能又没有 当别人有的时候 所以呢 如今世界局势的复杂 又回到人类的原始本性啊 就是在拿狼牙棒时代 狼牙棒时代 就弱肉强食嘛 对不对 那真的人类真的是 只是现在穿的衣服啊 拿的不是狼牙棒 以前是半裸 对不对 拿个狼牙棒在树底下 看一个来敲一个 对不对 但现在时代变了 只是穿了衣服 拿的是神盾系统 或者是什么飞弹 就仅此而已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在看世界局势 真的应该更加的冷静 不要太冲动 太冲动之后呢 只是涂炭生灵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那也希望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我真的非常高兴 每天看各位的留言 那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 不瞒各位 我有时候半夜醒来 我都忍不住 因为时差的关系 各位可能还没睡觉 那我这边大概四五点 因为时差嘛 现在大概 差四个钟头 可能各位还没睡觉 我都起来看 哦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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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有时候会漏掉 不好意思啊 有的朋友跟我说 你好像没看我留言 确实有时候太多了 但是我一定 今天没读到 我隔天一定会读到 好吗 各位给我留言 我一定会回复各位 好吗 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 拜拜 有的朋友在这里 谢谢你 orum